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今天我们又再次跟大家聊一聊SARB这家公司 当然我们都知道就在前几天SARB出了一个季报嘛 可是我们最主要的内容不是谈论它的季报 而是SARB似乎管理层想通了啦 想要all in成为一个大道股了 OK,so还不了解SARB的朋友呢 可以回看我之前做过的视频啦 这里我就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就是SARB是EKVE的拥有者 EKVE就是East Klang Rally Express 也就是红色这条highway啦 So,EKVE的价值是15亿5000万 算是马来西亚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高速公路啦 因为它也是蛮长一下的 OK,然后它也是一个即将完工的项目 管理层讲这个马路已经建设了90多个percent 把许多朋友去看了过后呢 觉得可能只有六七十个percent 所以这个大家就要自己去网上寻找资料了 我个人认为啦,应该是没有到90多个percent的 因为很明显很多路段都还没有完成 OK,为什么我觉得SARB有一个机会在里面呢 是因为这条马路价值15亿 可是由于它做到不大好 然后市场也不认可它啦 导致到SARB的市值现在只有1亿2100万 所以也就是讲如果未来呢 它能够创造到更好的业绩 或者是这条马路能够完工 那它就有一个增长空间在那边 OK,所以我们来先简单了解一下它的业绩啦 你会发现到它业绩基本上每个季度都在亏钱 这主要是它借贷太多了 所以它要还很多的利息开销 OK,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OK,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到 最新的那个营业额呢 对比之前是增长了41个percent 主要是建筑领域的带动啦 这主要是因为SARB近期是 接到蛮多政府的建筑合约的 所以这方面才会导致到营业额的上涨 不过整体而言呢 SARB还是在亏钱的 而主要亏的都是利息钱啦 OK,所以你可以看到 游戏业务亏损是80万 建筑业务亏损是1240万 种植业务的亏损是1720万 而产业业务的亏损是10万块 而如果你本身去细查的话呢 这些亏损都是主要来自于利息开销 这是因为SARB真的借太多钱了 OK,好事好在哦 SARB手上还有8.95亿个合约啦 所以我可以讲它是一个吃不保佑 饿不死的公司 它要真正有大的契机呢 还是要看回EKVE OK,所以其实今天主要分享的 这个SARB呢 不是想要跟大家看它的业绩 因为根本没什么看头嘛 而最主要是它在昨天出的一份新闻啦 它就有提及呢 它打算卖掉它95%的印尼公司啦 主要是做那个种植业务的公司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对于很多股民来讲呢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不过对于SARB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 OK,为什么我要这样的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业务啦 种植业务已经是SARB的第二大业务 赞了它营业额的29.6% 也就讲如果它卖掉的话呢 它就会失去到这个接近30%的营业额 这块业务呢 其实也不是SARB原本的业务 它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 以1.8M美元买入了95%的股权 而这个地点是位于印尼西加里曼丹 占地6764H的一个种植原来的 所以货别了18年呢 SARB就想要卖掉这片土地了 如果你不要去算任何的增值啦 1.8M的USD 换算到如今大概是8.1M的马币 可是我认为呢 SARB应该可以把这片土地卖到2000万以上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一个种植公司卖地的情况下 是卖到亏钱或是卖到同等价值的 货别了18年 这片土地的价值应该是会有所上涨的 对我来讲能卖多少钱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老板的心态有一个改变了 那就是他开始把多余没有用的业务 开始慢慢的卖掉 而主要集中在他原本应该做的业务之上 OK 所以我卖掉种植业务的目的以及机会啦 第一个就是我认为呢 SARB应该是要专注在EKVE的项目上了 这跟WCE直接卖掉Vanda Revival呢 是有一点点接近的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啦 OK 第二就是有现金流能够应付债务 虽然讲这笔钱拿回来可能没有到很多 不过我们要知道啊 种植业务是一直在亏钱了 所以如果你卖掉它 首先你已经断掉一个亏钱业务 再来你还有一笔钱呢 去应付你的财务负担 OK 第三点是SARB管理层的想法转变啦 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SARB其实它在之前的发展呢 是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做一点 直到接到EKVE的项目 我认为在未来 它应该还会卖掉更多多余的业务 而主要专攻在它的EKVE以及建筑业务之上 所以这方面当然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我们要去验证一下管理层 未来会不会这样做下去 OK 所以未来企业路线猜测 我觉得第一点呢 就是它还会持续卖掉多余的资产 OK 因为这些资产 要嘛不赚钱 要嘛会影响到整体公司的一个 业务清晰度嘛 第二点它还要继续找钱 完成掉EKVE 所以它最近有做一个private placement 可是那个钱主要是去做进马路的那个马路的 而不是在EKVE身上 所以这方面我认为老板应该会想个办法去找钱出来的 第三个是持续扩张其建筑业务啦 因为目前来讲 虽然讲政府换了 国阵已经不是团结政府的领导阵营 可是呢 其实EKVE在彭衡州的势力呢 还是没有受到影响 它还是可以在当地接到非常多的建筑合约 第四点是马路完工啦 OK 我们来试看EKVE的马路完工 再来它持续的减少债务 并且开始派息 这个是可能是未来五年十年的一个事情啦 我们来就要看它能否做到这个 如果它连马路的不能完工呢 后面两点基本上要讨论的空间是完全没有在那边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XRB股价的机会啦 其实它在今年五月的时候有出现到一波蛮大的上涨 基本上上了100个percent左右 可是由于最近的市场情绪可能逐渐回软 然后XRB也要错bio placement了 所以它的股价又从高位往下下滑到了一毛八分半 所以这方面只要它的基本面没有变呢 它就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你可以买到更便宜嘛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你看现在这个图表呢 是非常糟糕的 因此这方面呢 要如何去投资 如何去进场呢 就要去看大家自己对于这个股票的判断 我自己更多只是分享一些基本面的讯息 让大家知道罢了 XRB的风险 我这里总结有四个点 第一点就是债务高达31啦 而市值只有1亿2100万 所以这间公司好听讲是机会很大 不好听讲呢 它是在跟PN177以及破产之间 有进行一个游走的情况啦 所以有投资的朋友要非常注意到这个风险在那边 因为很有可能它真的会破产的 第二是每年的利息开销高达9300万 这也是为什么我该跟大家讲 XRB其实这间公司要亏钱是没有亏多少钱的 主要是它的债务太高 导致它的利息开销很高 它必须要花很多钱给银行 第三点是EKVE工程进度是个迷啦 我个人认为的确也是没有90多个巴仙啦 所以如果要真的完工 管理层是讲明年可以完工 我认为呢 概率上可能有 但是非常的不大 因为在YouTube上 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EKVE的行拍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到它还是有很多路段是没有建设的 OK 第四点是管理层对于公司的看法啦 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管理层还只是要吃饱卖包 这样子我们散户呢 就没有进去跟他玩的必要 但是如果管理层开始要把很多的不重要资产卖到完 而专注加速建设EKVE 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投资的机会在里面了 当然我的看法是买AZRB就是买EKVE和它的管理层啦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它的季报不大重要 它的其他业务怎样发展都不大重要 因为最重要的是EKVE的建设成功 以及它的管理层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所以未来可以关注任何EKVE的进度 这是我认为对于AZRB有投资的朋友呢 才是最需要去做的事情 因为这条马路才会完全改变AZRB 也可以讲才会完全改变AZRB的股价上啦 而不是其他的业务 其他业务它有增长有下跌 其实影响都不大了 第三点是AZRB的工程量 可以透露出它跟政府的关系啦 所以这方面也是我蛮欣慰的 因为我认为AZRB很有可能会在 换政府过后呢 借不到很多工程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它跟政府的关系还是相当的密切 所以至少来讲呢 这四年时间它还是能够稳定一点点的 第四点是Prior Placement的进度也很重要啦 因为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Prior Placement过后呢 股价是下滑的 所以管理层可能可以用比较便宜的钱 去做到这个Prior Placement 但是如果这个Prior Placement到最后是失败的呢 我认为也是透露着一些负面的情绪 给到我们的投资者 所以有投资的朋友或是想投资的朋友 必须去关注一下这个Prior Placement的走势 第五点是高风险高回报啦 ACRP并不适合所有的投资者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 诶 机会很大我一定要买 而是要光看自己的组合 以及个人的性格上 适不适合去投资这间企业 所以我自己只是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啦 想要了解更多 你必须自己去看一下它的 Ener Report Quantle Report 以及投行的分析 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边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也可以花一杯咖啡钱 加入到大阪的会员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